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媽子慈悲大家好 有位網友在我們 益德媽子網站討論期 來問到說 我們個人 花錢請送親團 來送親 那送親的功德是歸到 送親團還是我們花錢 請人送親的 善心人士 顧問回答 是這樣子的 這個廟宜裡面 有火火身 如果廟裡面的 生團就是為了 送親團 這個送親團的師兄師姐 都是義務的 沒有拿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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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發心 到這個廟裡 來送親 供養活火火身 來供養三寶 平日 送親的功德 當然歸於送親團 這些師兄師姐們 因为他们发心来供养三宝 来议佛诵经 来供养佛 来供养这个妙僧团 来议经供养这个佛 当然是诵经团的这些师兄师姐 那如果是我们个人 花钱请诵经团来诵经 那因为诵经的这些师父 师兄师姐是拿了我们的钱财的 是有交易的 那因为我们是花钱就是财师 那他拿到钱来诵经 那已经有交易 他得到这个钱财已获得了 已经获得了 所以没有所谓的功德 它只是一个交易 那因为我们财师来懂得 来请诵经团来诵经的功德 来回向这个佛菩萨 供养这个佛菩萨 还是来度化众生化慧 那这些功德当然回归给财师 这些人是这位善心的人士的 所以我们坚前请诵经团来诵经 当然这个功德就回向这些师子的善心人士的 所以我常常讲我们要把握机会 哪个庙仪他有办法会 那我们就可以去财师来赞助他们来办法会 来供养 那因为我们要请高僧 僧团 宋亲团来宋经 来度化这些好兄弟 众生们 来提升他们的灵性 这个功德很大 所以我们办法会 赞助法会 参加法会 功德很大 那我们来财师 来赞助 来帮忙 这个佛菩萨 来帮忙这个僧团 这个庙 来办理法会 就是供养三宝 那当然 这些功德是归于我们 而我们在传法 在《法华经》里面 还有各种经典都会讲到 你有在弘扬这个法 你功德无限的大 那我们请人诵经 那我们花钱请人诵经 当然功德是我们这些善心 财师的这一个善心人士 那宋经团当然 他得到了钱财 师父 宋经团得到了钱财 那他们几乎都一种交易的 所以功德应该是 归于吃钱 请宋经团 宋经的善心人士 以上是顾问的分享 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 妈主吃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